去参加腾讯科学的微大会 科学家浓度很高 有点上头 腾讯科学微大会是一年一度的科学盛会 它从2003年开始已经办了11年了 今年的主题是种子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主题 我们后面详细聊 那么这个大会邀请了各个领域的全球顶尖的科学家 包括之前的霍金 还有万维网的发明人Tim Berners-Lee 还有姚琪志教授 潘建委院士等等 所以我很好奇 他们今年邀请了哪些专家和大咖 那么手上拿到了一个今年大会的日程 他们今年邀请了7位专家和大咖 分别是包括石墨西之父安德列海姆 网状化学之父奥马尔亚基 然后做遗传和衰老研究的林达帕特里奇 还有做水稻研究的浅浅院士 还有做超导的赵忠贤院士等等 那么其实我个人对于这里面的两位大咖 非常的感兴趣 一个是我们前面说的石墨西之父安德列海姆 他不仅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奖 还获得了之前的搞笑诺贝尔奖 所以我想看看到底有多么的可笑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蒋乐伦教授 他做的是这种叫做液态可变形机器人 这个不就是终结者电影里头 那个可以穿过监狱栅栏的T1000机器人吗 终结者2这部电影 我小时候看了不下10遍 这个童年的回忆又开始疯狂的攻击过 今天上午正好有机会去采访到这两个大咖 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我问了安德列海姆教授这样一个问题 我说它很难迷走到另一个问题 我举了一例子的课论 我拿了一例子的课论 这些课论被认为了奖务的课论 它被执行到自然的自然之间 被执行到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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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列海姆教授说 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 其实也被拒稿了很多次 为了让学术同行了解 你做的开创性工作 你就必须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来调整自己的表述方式 同时沉浸式的努力 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 但是最后还是值得的 那么我做的研究 虽然远远没有达到 安德列海姆教授当时的诺奖的高度 但是对于他分享的聚稿的经历 以及不断调整并且奋发的心路历程 有着很大的共鸣 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当遇到蒋浪伦教授的时候 我问他 在做的事情和您小时候感兴趣的事情 是不是一致 然后为了今后如果想要成为 像您这样的推荐的话 您觉得是小时候的这种 好奇心探究重要 还是长大之后的学术培养 和不断地去探索的坚持 我觉得小时候的兴趣跟我现在的兴趣 可能还不太一样 我小时候想当警察 人随着年年生长 对世界认识不一样 自己的兴趣也会随着变化 但是有些人如果是小朋友 如果是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朝着一个方向组 那你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才 做得比我们更好 所以趁着年轻生的时候 你找到一个方向 然后一直往他去探索 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 但是探索科研的过程中 不仅是要有兴趣 同时要有探索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一个东西 总会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做着做着 这次失败 第二次又失败 第三次又失败 我们的学生 包括我自己 做很多课题 前期是探索是很多很多失败 这过程是很打击人的 有时候会极大的效果 你对这个科研的兴趣和信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仅是要有兴趣去支撑你 同时要有兼论不滑的 探索精神去不断地去探索 这时候不断地去做 你只要把一个东西做深 做筋 这个领域你一直钻下去 你能成为这个领域的No.1 事实上 现场提问的主力 是很多中学 甚至是小学的小朋友 他们的英语很好 而且提的问题 也非常有意思 比如有个小朋友 问海姆教授 怎么看他获得的 这个搞笑诺贝尔奖的研究 也就是词悬浮青蛙 海姆教授说 他之所以选择 接受这个搞笑诺贝尔奖 一是因为这个磁悬浮青蛙的实验 其实引发了很多人 学习物理和磁学的兴趣 成为一个教育实验 另一方面是每个人 其实都应该有幽默感 学会自嘲 同时也不要把所有的事 都看得那么重 这个其实对我也很有启发 下午是这次威大会的正餐 七位大咖轮番上阵 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 科学的盛宴 那么我对千千院士讲的 水稻研究印象非常深刻 特别是提到袁龙鹏院士 为了杂交水稻 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真的是国事无双 我看到现场很多人 其实都感动了 刚刚看完腾讯这个威大会 其实还是挺震撼的 那么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种子 那么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官方的说法 是种子是生命的起点 也是文明的起源 从真理的土壤中发芽 然后会不断地打破未知的边界 不过今天上午看到了这么多的小朋友和科学家去互动和提问 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的小朋友 包括大朋友一起来去听这些科学家和大咖们的这些汇报 其实我觉得种子其实还有另外的两层含义 第一个是知识的诅咒 这个是个源自于经济学的固定用法 指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认知偏差 也就是说人和人交流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认为对方拥有我们讨论这件事情所需要的一些背景和知识 但是这样其实就会造成很多教育上的问题 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没办法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解释的话 只是自不自地讲 就可能没办法去理解学生到底怎么样才能学会 然后另一方面很多知识 不管是什么芯片数学物理或者是英语这些知识 当我们学会了以后 内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以后 我们就会觉得这些知识很自然也很普通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和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也不敢去和别人讨论 是因为我们其实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有些事情对于你来说非常普通 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非常的了不起 其实就像小朋友们反而能够提出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样 他们没有这些所谓知识的诅咒 所以反而能够更加的去发散的去提问 然后更加的去发散的去思考 这样的反而能够迸发出非常多非常有趣的火花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是大牛或者是天才 才有资格去分享自己的想法 因为在你眼中很普通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可能就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一颗种子的发展应该自由和勇敢不应该受到太多的约束和压力 那么关于种子的第二层含义 就是很多参天大树虽然都是从种子长出来的 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 但是这也不代表种子不重要 我之所以会这样想 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会想要去种下一颗种子 就会收获一个结果 这样就会驱使他们去做很多很短期的 很急功近利的事情 比如说作为一个老父亲 我就看到很多的家长会去鸡娃 但是作为一个学者 我也看到很多研究人员去一窝蜂的去做很多好发文章 但实际没什么用的事情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小朋友未来都会成为体育健将 医术家或者成为钢琴家或者成为科学家 但是只要他们能够不断的保持好奇 不断的去质疑 并且不断的去学习 这样其实就够了 我们其实也没必要去期待 每一棵种子未来都要长成参天大树 因为就算是小草或者是小花 它们一样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开心 腾讯卫大会办了11年 有上百位科学家来这里传道收业解惑 他们讲的成果和研究固然重要 但是他们对于种子们 未来生长的鼓励和培养 同样也非常的重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形式 如果喜欢的话 请在留言告诉我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